老闆无缘无故解雇我 又不给我资钱费 难道我只能忍气吞声吗 再无问题无法解决 银行又要对我强制执行 生活要怎么过下去 我爸爸被车撞了 人躺在医院离婚迷不醒 对方耍赖不赔钱 我该怎么办 警察先生 我没有卖毒品 我是冤枉的 我可以找律师帮我吗 我被老公打 我想要跟他离婚 又没有钱请律师 要怎么办 只要您有法律问题 就让法律辅助基金会 来帮助您 欢迎收听 空大桥 法律你和我 空大有法福 你我多有福 是的 大家有福了 今天这个声音很沉稳 因为是位长官 可是呢 这位长官 负责执掌的大单位 很多听众朋友 大概还不晓得 我们国家有这个署 有这个大单位 他就是法务部 行政执行署 今天空大桥 法律你和我们访问到的是 执行署的署长 张清云 张署长 署长您好 主持人您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大部分的听众朋友 奉公守法的听众朋友 可以安心 我们有这样的行政执行署 那国家财库 不至于漏水 那他们非常的尽忠职守 善尽公务员的职责 然后没有愧对这份薪水 可是有些人难免 又开始这个心惊惊 刚刚有说 这个我任何财产 包括盆栽都有可能查扣 包括什么只要查得到的 都有可能被行政执行署 拿去拍卖 所以这个比例原则 然后还有 我们现在其实诈骗集团 非常的盛行 我们等一下再来谈 诈骗的部分好了 如何辨别 这真的是来自行政执行署 国家的合法通知 那你也要配合 如果你不配合的话 其实最后就变成 如果大家都关起门来 反正相应不离 然后也许 我去包围哪里 有可能就不用搅了 如果大家都这样想的话 明天国家财库空虚 可能连薛通的 营养午餐就发不出来了 那路面破洞什么 或者是红绿灯坏了 你想一想 当一个国家当机的时候 有多可怕 所以其实这样 跟各位所有的民众 所有的听众去说明 真正逃漏欠的人 其实是少部分的 虽然我刚刚讲了 有六千多万件 但那是累积过来的 其实真的会欠的 大概也不到百分之十 但是我们最主要的 其实大家都要想象 这百分之十的人欠税 欠费 影响的是其他的 百分之九十的人的权利 所以我们其实是 大家要相互的去督促 监督你身旁的人 当然你自己本身要先守法 先诚实 按时的缴纳税费 那如果身边的人 邻居亲友 接到通知 其实你就要 劝导他 督促他去缴纳 当然还是有一些人 会担心说 是不是碰到诈骗集团 这其实太普遍了 不过 如果你平常有在 关心公共的事务 或者关心这些 跟自己有关的一些 社会的这些事务的话 其实你会了解到 哪些通知 确实是政府部门的通知 那诈骗集团 当然他还会想尽办法 模仿的很像 但是在这里面 其实你都可以找到 一些蛛丝马迹 那真的你还是 不了解 还是有一例 其实你就可以从网路上去找 行政执行机关 跟他原来通知的这些机关 是不是我们平常注意到的 那像有的人就讲 某某法院的行政执行官 那这当然不是 行政执行官都在行政执行署 或者行政执行分署 好以前叫行政执行处 现在101年起改行政执行分署 所以如果你现在还接到行政执行处的 或者某某检查署的行政 那就是还没有更新的 诈骗集团 那就是不对的 那真的你还是一律 那应该可以上到我们的网路 网路上大概都可以找得到 那我们平常也会宣导 也有我们的电话 那所以这些大概去查证 可以不必按照通知单上给的那个电话 那个电话或者从那个电话的地址 就亲身去看一下 或者到他的上级机关再去查一下 那就可以确信他是不是诈骗 那我们全国现在是有13个执行分署 应该是原则上有一个法院的地方 就会有一个执行分署 那目前没有执行机关的地方 除了金门、马祖、澎湖、台东 台东有办公室 但是它是会发点分署官 基隆市是归宜兰分署官 然后苗栗县归新竹分署官 南投县归彰化分署官 云林县归嘉义分署官 以外每一个县市有法院的地方 都会有行政执行分署 那民众如果不了解 如果有疑虑 其实可以到我们的网路上去找 或者说平常看我们宣导资料 应该都可以了解到这些机关的电话 那甚至你还是很不放心 你就亲身跑一趟看看 那你是不是行政执行署的某某分署 台中分署的高雄分署 或者台北分署 那就不会有被骗的这些疑虑 当然追本溯源 你只要想一想 你有没有哪一张罚单没有找 你就就是这样 有没有欠税欠费或者哪一个罚单 你不去理他的 那大概你有理他 他大概就不会追上来 是的 不会无缘无故从天上掉下来罚单 这是行政执行署绝对不会做的事情 因为都是从其他的单位移送来的 那刚刚有问到比例原则 很多的民众会想说 这个我想要先补充一下 就是我以自欠大户 恶性的自欠大户 是我们首要的目标 我们会毫不手软 毫不留情 会想尽办法去追 但是对于弱势的 其实我们每一次的执行 都一定会着留 他最基本的生活的必需 所以一般来讲 我们如果扣薪水 大概会扣三分之一 当然假如他是属于高手得的 那我们就会着留 他生活的必需 比如说像北部地区 基本的生活费 大概要两万左右 中部地区大概一万七 一万四 那东部地区大概一万四 一万三 那外岛差不多也是这样 那大概在这样的标准之下 我们其实是会考虑的 会着留的 那薪水我们会扣三分 原则扣三分之一 但是高手得的当然不一样 另外是属于那个 社会急难救助的那些救助金 或者社会保险 是法律规定是不可以扣押的 所以这一部分大家其实是可以放心 那所以像低收入户的那些补助款 那我们是不会去执行的 好 真是人性化 而且呢 也体谅到我们弱势 同时也兼顾公平正义 要不然低收入补助 或者是我家里的那个血统补助 身杖补助都被扣押了 那还得了 但是我其实跟各位大家报告 分享我的经验 有很多 其实我们看到了真的比较恶性的 反而都是大户都是有钱的 那有很多弱势者 他其实是真的是不得已就陷入那样的一个情境 他其实是对于国家的法律 但是假如他知道以后他其实都比较愿意遵守 那所以我们执行的案例里面 其实有很多这些弱势者 他反而很愿意缴 只是他真的有困难 所以像这样的情况 我们会很 会站在同理心的这样的一个立场 给他分期付款 然后甚至还会协助他 我举一个例子 是有一个南非籍的妈妈 他从南非嫁我们的船员 嫁到台湾来 后来处育不好 那个家庭或者说有家暴 或者说会酗酒的情况 所以他自己带了五个小孩 从屏东跑到桃源来做临时工 他只在回收厂 一个月赚不到两万块钱 然后带了五个小孩 他的大儿子还未满十八岁 就会在凌晨跑到屠宰场去帮忙 做一些出工 结果因为凌晨原本是骑摩托车 八十六五 不是 他就被警察拦到了 所以无照驾驶要花九千年 九千对他来讲其实很大的负担 但是他有一天他就带着他这个小孩 到我们桃源分属去 很诚恳地说他愿意缴 因为他不希望违法 然后他只是他真的很困难 所以他问能不能分其物款 我们的同仁真的非常的感动 当场就说一定可以 然后就让他一个月分一千块为原则 但是他想要知道他是不是真的有困难 所以就到他家去探访 探访一下 果然他有五个小孩 最小的还在地上爬 所以我们那个同仁就非常的同情 回来发动同仁的爱心捐款 去帮忙他其实帮忙他的这些支出呢 比他缴的九千元还要多 但是这个南非妈妈我很感动是他 真的我们给他分其物款 他很诚实地按月来缴那一千块 然后他也也 所以我就是很多这些低收入户 他反而或者说我们比较基层的经济比较差的人 他反而比较愿意遵守法律的规定 那有很多致欠的大户 他欠了几千万 他就是不缴 他就是不缴 然后他就是吃酱喝辣的 那碰到这些我们当然就我刚刚讲的 我们会毫不熟然 我们会想尽办法去追 追到他缴为止 那当然还是有很多大户 可能他真的就经营就困难了 倒掉了 或者他人就死掉了 他就跑到国外去了 那那部分我们确实也是有一些些 利有未逮的地方 但是只要我们找得到的 我们一定想尽办法 曾经有一个大户 他欠了三亿 但是他就说他名下没有财产 然后他也没有工作 所以没有薪水 可是在报纸上 我们看到他每天到精品店去买 然后还带着他很年轻的女朋友 或者是家人 我们不晓得 但是他就是去高额的消费 后来我们就去追 想尽办法追 包括追到他信用卡的源头 包括帮他付信用卡的这些人 人头 那我们都想尽办法去追 追到我们 还要追究他共同逃漏税券 或者他共同盈利财产的责任 我们要把他移送给检查机关去就办 后来他不得已分了 也还是分歧了 但是就把三亿都全部搅轻了 我后来就常常告诉人家说 好吧那你搅轻以后你就怎么去消费 我们不会有狗仔去追你呢 我们也不会去为难你 那所以像这一些恶性的重大的支援大物 其实他危害国家的财政当然更严重 我们就会更积极的 把他列为首要的目标去追 是 可见得我们常常说 小人物反而对国家 或者是对这个社会环境 是更有那一份心 只是心有余力不足 而越是有能力的人 或者是越是心 这个越有能力越富有的人 反而更另于尽自己的义务 那其实刚刚这个署长分享了 这个大快人心的 这个成功追讨的资贱大户之后 像这样的经典案例 其实还所在多有对不对 对 比如像有一次有一个 韩国的游轮 货轮 那装游的那个轮船 到台湾来 结果他那个船平常数以跑两 所以就触礁了 就污染了我们的海域 那污染了海域 他以为我们这个国家的力量 不够强 他以为我们国小 国弱 所以就不理会了 我们环保署财罚他六千多万 他就不理了 就让他飘在那里 然后后来我们要去清理 罚了六千多万他都不缴 那当然他人 我们又不能硬把他留下来 管他或者如何 但是后来我们知道 他其实还是继续在做生意 所以他公司还有其他的船 有一次听说 我们查到了他另外一艘船 同一个公司的另外一艘船要到卖辽那边来载运石化制品 那我们就协调相关的机关 所以这个其实是要大家共同合作 分工合作协力去完成 我们就去请港务局帮忙 然后请这些相关的这些外交单位帮忙 韩国船一来 他到外海 后来他大概也打听到了 他不太敢一下子就进来 可是后来他也必须要完成他的工作 他必须要进港 他一进港我们就扣了 就扣了 就是查封以后就把它卖掉了 卖了一亿三千多万 那当然这六千多万基本上就可以实现了 所以像这样的一个案例 我们是很想尽办法就去执行 另外当然还有所谓的赌博大亨 赌博大亨他欠了八千多万 他就不缴 他不缴他想他财产就放在他太太的名下 然后出租我们不会知道 但是我们当然我们的同仁会很用心的去查房 了解到说他这些其实是在都市都会的精华地区 然后在出租 那我们就去追到这些租的人 然后了解问他这个房子从哪里来 钱都交给谁 后来发觉说钱还是到最后还是留回欠款的 这个医务人账户里面去 那我们就直接就追了 然后告诉他说你再不缴 这些房地产不管在谁的名下 我们都会查房会拍卖 那一倍拍卖那价格当然就会离市价差很多 那现在刚好刚好房地产在飞涨 他就很担心被卖掉他就损失不止 所以他就分成也是分成四个月 就把八千多元交了 另外台中有一个很出名的花园 过去曾经大家很热门 他他也欠了一亿多 然后原来 越有名的欠越多 他因为规模很大嘛 然后他因为比如说他原来的土地有十几公顷 就会继续累欠地价税 那那个卖到四五亿还卖不掉 银行就 划不来他就不去执行 他就以为无所谓了 那我就要求我们的同仁 因为他也欠国家的债钱 我们一定要彻底的执行 否则的话 我们就不再执行他拥有十几公顷的土地 我们要花还给他 所以后来我们继续卖 然后动员 甚至做广告了 就行销 我们行销这些建商工会 或者营造工会 去推销说 我们要卖这一大笔土地有什么好 结果第二次就卖掉了 也卖了一亿八千多 不止一亿八千多 卖了五亿多 但是政府就收回来一亿八千多 其他的当然是 其他的债钱银行就还是执行掉了 那所以其实我们是对于这些大户 只要他还有可能 或者我们找得到他财产 我们是想尽办法去把它挖出来 然后彻底地去执行 是 哇 书长 在行政执行属于的工作人员 既要是狗仔 然后还要是广告高手 同时还要是廖北亚 还要 当侦探 全民合作 像我们讲过 曾经有一个名医 他欠四千多万他也是不缴 他就说他没有钱 他也没有 薪水很少 让我们扣三分之一 但我们去查访 其实有同仁去他的医院看过 就是被就诊 看他一个月大概收入上百万 结果他说他一年只收二十万 要让我们扣三分之一七万给我们扣这样 那当然我们不相信 后来其实是民众检举 所以其实是要靠大家合作 那那个当然是靠了一个报纸的一个照片 说他做豪华的进口车 然后我们因为觉得他不可能真的没钱 所以我们就花了一个禁止奢华的命令 禁止他搭进车 禁止他单笔消费超过两千块 禁止他搭高铁搭飞机 那他就没办法去活动了 所以他不是租 应该是买了进口车 用租赁的名义买了进口车 还请了司机 那我们当场就向法院申请管售 说他有能力缴而不缴 就法院申请管售 就是要关到管售手里面去 然后就管售 法院就准了 他还当场请了三个律师出面便捷 法官说你有钱请三个律师 为什么欠税不缴 所以就准了 准了大概关了三天 他就全部缴签 不是全部缴签 一次缴了一千四百万的现款 剩下两千九百万 开二十九张一百万的支票 目前付签了 所以其实是要靠民众 大家共同合作 所以我们有奖励检举的制度 如果有重大的致签户 就是欠超过一千万以上的 超过一千万以上 恶心重大 对 我基本上算自欠大户 那有恶性得要看具体的事实 那我们可能会公告民众去 检举他的行踪 检举他的财产在哪里 那如果我们觉得他 不应该有涉法行为 那我们会禁止涉法 如果民众检举到他有涉法的行为 比如说单笔消费超过两千 然后到精明店去买 然后搭豪华的轿车 搭高铁的商务舱 然后搭飞机 这些都违反了这些禁止命令 然后我们就可以申请 如果有民众检举 那我们会给奖金 如果检举了以后 我们真的查到了 我们会给奖金 从一万到一百万多亿 那一百万是只要 他找得到他的财产 然后也执行到了 然后我们按照百分之一给奖金 最多可以给到一百万 那所以其实还是要所有的民众 一起来帮忙 一起帮忙 一起合作 那这样我们的执行才会更有效果 好 听了真的是 心里也觉得好痛快 原来这个行政执行署 是在帮我们大家一起把 对全民 是 是在帮我们大家一起把钱找回来 而且甚至樱角的 像那个花园 哇 有这么大的地 可是地价税 因为很可观 所以他想说 债多不愁 很多 其实有钱人 都是这样心里想 反正欠个 等到欠上千万的时候 心里面已经没感觉了 那既然欠了这么多 要拍卖 也有执行上的难度 所以这个时候要发挥的 就是公务人员 弃而不舍的精神 是不是 那这样的手段 当然不会用在 升斗小名上面 刚刚署长也有特别说 比例原则 可是其实我们一般的公民 一般的守法的民众要有 还是落实到原本 一直书长一直在强调的 守法的观念 其实当你有欠款 发现你有欠款的时候 一张两张要勇敢去面对它 那有困难 其实你可以找原本开单的 这个单位对口去申诉 或者是去诉认 甚至是这个进行行政诉讼 那如果这个欠款 到了行政执行署这里的时候 其实充其量就是让你分歧 所以冤有头 债有主 追本溯源 当然一开始 我们不要去违反国家的 规范跟命令 那一旦违反了 勇敢地去面对 这才是一个守法的原则 是不是 所以如果有行政机关通知你 说你预期未缴了 或者有违规违法的情况要处罚 其实你真的就要去面对 否则他处罚 现在的法律规定 大概都是处罚一倍到三倍 那你如果及早的去申诉 提出你的理由 有可能免罚 或者有可能罚比较低的倍数 那你都不理他 他通常会罚最高的 就像交通违规 你没有按时去盗案 他就会划比较高的划环 那你找到他会划比较轻 或者你可以提理由 你等到他裁罚确定了以后 就申诉也没有用 行政诉讼也没有机会 所以还是要及早的去面对 然后如果你有理由 你提出来会被裁刑 那处罚会比较轻一点 你被等到他裁中罚 最多以前还划到十倍十五倍 那就非常非常可观 你大概脚都脚不完这样 那等到那时候才叫苦 其实来不及了 所以其实要及早的去面对 然后真的有疑问就去询问 有理由你就提出来 所以民众对于国家的任何税也好 罚款也好 行政处分也好 其实我们要知道自己的权利在哪里 那知道弄清楚对口在哪里 那等到这个执行的程序已经走到行政执行署 这里的时候 你也要勇敢的面对 那真的有困难 其实还可以分歧 那如果要回头再去打行政诉讼 或者是进行诉愿的话 其实在一开始的时候就要掌握那个时机 而且那时候才会有效果 就一开始就去申诉 这样才会有效果 那最后当然我想一般的百姓比较关心的还是 我接到了行政执行署相关的通知 下一步我要怎么办 其实我们的通知里面会说明 你什么时候要到什么地方去盗案 那或者假如是金额比较小的 比如说两万以下的 两万以下的我们会有一个条码 到超商到几个银行 就邮局或者银行里面直接去 就刷那条码就交 两万以下的各种的税 原则上是各种的税 还有很少数的项目 可能不是很普遍的项目就没有做 那一般的税跟交通的滑环跟劳健保费 其实都可以直接到四大超商 统一全家OK 还有莱尔夫四家 还有邮局 还有几个比较普遍的银行 都可以直接去交 那当然也可以 我们那个通知单上会说明说到 原来的移送机关 移送机关会有一个账户在里面 或者到移送机关去缴 那或者是买了邮局的汇票 寄还给我们执行机关 那他就可以缴纳 那如果有疑问 就亲自到厂去 去说明或者询问 那如果没有 这个期间过了没有 你也没来说明 我们接下来就会去查你的财产在哪里 那不管是存款 不管是你的其他的这些不动产或者动产 你的车辆或者你的薪资 那甚至你如果有一般的理财的保险 我们都会去找出来做进一步的执行 需要的话我们就会查封 再需要的话我们就会拍卖便价 那当然我们查封拍卖 那个也会不是无限制的 也会在你寄签的金额的这样的一个额度内去查封 当然有些时候会 如果你存款有很多非常多的账户 我们有可能会刚开始不知道你哪一个账户有多少钱 我们就会全部的账户全部查封 那所以你就要赶快来告诉我们 所以其实是你要赶快的到场说明 那这样我们才不会说超额的 或者全面的去查封 所以我们还是会先做 但只是如果你都不出面说明 我们会只好这样 因为你没能告诉我主要的财产在哪里 那我就全面的去查封 所以就有可能很多的账户都被查封 甚至连薪资都被查封 甚至假如你寄签的金额多一点 连房子土地都可能被查封 那当然执行的成效不错 也不见得都非常正面 就是表示还是有不少人欠 那我们希望有一天 因为我们彻底的执行以后 民众不会在激欠政府的这些金额债务 那我们执行能够有成效 我们就觉得会对国家 对全民都有贡献 那我们就会觉得很安慰 那也在这个执行过程当中 我们会看到很多人性的不同 对于一些恶性的人 那我们想办法把它追回来 我们会感觉到很有成就感 那对于一些弱势者 那我们除了看到人性比较温暖的一面 那我们同仁也花为很大的关怀 那给这些民众协助或者关怀 或者让他可以重关处理 看到他的一些安慰的脸色 或者说他在言辞上给一点点感谢 那我们的同仁也会感觉到非常的温馨 那甚至有成就感很乐意帮忙 这是我这几年来对我们同仁 或者说对我们执行之务过程当中的一些些心得 就是你用心去付出 你其实可以得到对等的回馈的 不管是民众的感觉 不管是对政府财政的这些挤注 其实都会有对等的一些回馈 那这一点其实我们是这几年来 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安慰更新的 在这四年来光从民国99年下半年到现在 这几年收回来的超过1300亿 那1300亿 从民国90年1月1号到今年103年的3月底 我们总共把原来不缴收回来的超过3850亿 超过3850亿 这已经可以盖101大楼可以盖集市洞 那当然可以盖高铁 应该可以完成一整条的高铁 再付100年的营养屋材都没有问题 这当然是绝对是没有问题 好 最后当然要给行政知情署多一点掌声 那同时我们小老百姓 下次收到行政知情署的任何通知 其实不要担心 对 你就勇敢的去面对 你就去问嘛 然后你有疑虑你就问 你有想要能够从宽或者要分歧 你就去谈 那我们同仁都愿意提供 可以在法律上允许的法律 我们同仁都愿意提供协助 是的 你如果以诚心来面对执行署的通知 跟任何的这个追讨的话 執行署就是观音 那你如果想要这个逃漏 想要死皮赖脸的话 它就变成黑无常 所以呢 你让它变成观音还是黑无常 你自己选择 好 今天非常谢谢张庆云 张署长 署长辛苦了 给執行署多一点掌声 谢谢 所以也谢谢各位听众 谢谢 66666 让法福回来帮助您